妻子怀疑丈夫出轨 屡次闹事至胎儿流产 忍无可忍的丈夫提出离婚 离婚后妻子又做出极端行为 祈求复婚 被逼无奈的丈夫 能用法律的手段摆脱妻子的纠缠吗 妻子不想离婚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叫何天浩 身高1米75 是重点大学的高材生 漂亮的妻子已经怀孕三个月 再有几个月何天浩就要做爸爸了 不仅如此 何天浩还是一家大型公司的部门经理 又刚刚接了几单优质的业务 人生可谓是春风得意 风生水起 但是何天浩万万没有想到 在他加班的一个晚上 发生了一件事情 彻底改变了他的美好生活 那天晚上 何天浩打电话给妻子小梅 说要加班会晚些回来 小梅想到丈夫加班辛苦 就坐好宵夜 专进保温筒 坐了40分钟的公交车 来到何天浩的公司 这刚刚踏进公司门口 就见到一个年轻女孩 在为丈夫按摩 而丈夫很享受式的 微眯着眼睛 小梅却二话没说 冲过去就给了年轻女孩一记耳光 女孩被打后委屈地捂着脸 何天浩蛮拿住妻子的手 老婆你怎么了 她是我助理 我们刚刚加完班啊 这时又陆续有几个同事 走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 见丈夫还在说谎 小梅更加生气了 她一把就甩开何天浩的手 打开另一个 专有汤和菜的保温筒 猛然就朝了女孩身上泼去 女孩来不及躲上 这脸上身上被泼的都是汤和菜 吓得是大声叫救命啊 事情的发生实在太突然了 这何天浩还来不及制止妻子呢 就又听见砰的一声 这妻子脚底踩到鸡汤一滑 是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没等何天浩拉起妻子 就见妻子坐着的地方 已经流出了鲜血 何天浩吓得是赶紧拨打120 将妻子送往医院 遗憾的是 妻子肚里的孩子最终没能保住 医院为他做了流产的手术 看到自己的妻子 因为一次误会流产了 何天浩是既伤心又内疚 他决定在医院精心照料妻子 以弥补自己的过错 没想到妻子却把他赶出医院 然而让何天浩更没想到的是 几天后他竟然收到法院的传票 妻子把他告到了法院 要和他离婚 接到船票的那一刻 何天浩呆住了 这是怎么了 这失去孩子 妻子也有一定的责任啊 如果妻子不是误会自己和助理 如果妻子不是在这里制造冲突 就根本不会脚底踩到鸡汤滑倒 更不会因此而失去孩子 他怎么还为这个和自己离婚呢 回想当年和妻子相识相爱的美好 转眼却要面临离婚 何天浩不尽是泪流满面 大三那年 何天浩参加学校的游泳比赛 在男子四百米挖泳中拿到了第一名 在一旁等待颁奖 正在这时 一个女生比赛时脚突然抽筋 整个人都在水中铺腾 情况紧急 何天浩是来不及多想 立刻跳入水中将这个女生救起 被救的女生叫小梅 是比何天浩第一个连接的学妹 还是学校的校花呢 何天浩的英雄救美 让她跟小梅相识 后来两人还成了恋人 小梅一大学毕业 何天浩跟小梅就牵手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不久 小梅怀孕了 夫妻俩啊 期盼着孩子的出生 为孩子还预先起好了名字 想到快要做爸爸了 何天浩是更加努力的工作 他希望给妻子和孩子 提供一个更好的条件 可是却没想到 在加班这天晚上 发生的这场风波 不仅让孩子没了 自己还要面临离婚诉讼 何天浩是心如斗戈 他再三向妻子解释 他跟助理就是普通的同事 没有不正单的关系 他不愿意离婚 但是小梅听不进任何解释 执意要离婚 还说 如果何天浩不同意离婚 他就去寻死 面对妻子小梅的任性 何天浩只好同意了离婚 他将房子和银行存款 全部留给了小梅 他希望小梅能早日相信 他并没处 明白自己对他的爱 尽快和他复婚 之前下午 何天浩突然接到小梅的电话 说是要和他复婚 这下可怕何天浩高兴坏了 这可是他期盼已久的事啊 可是小梅在电话里哭得稀里哗啦 还说要立刻见到何天浩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小梅为什么会这么删心呢 原来在一次大学同学聚会当中 小梅偶然了解到 那天晚上办公室发生的事情 那些天 何天浩和他的团队 在满意策划一个重大的项目 已经连续加班了二十多天 直到当晚的九点才全部完成 于是啊 他就提议请客犒劳大家 让大家把宵夜买回办公室一起吃 部门副经理安排部分同事去买宵夜 见到何天浩一副疲惫的样子 就安排一个年轻的助理 给何天浩是按摩一下肩膀 后来这小梅还从何天浩的一个同事口中了解到 原来当时那个助理啊 是已有男朋友都准备结婚了 他跟何天浩之间就是普通的同事 原来丈夫并没有撒谎 更没有出轨 小梅后悔自己一时任性离了婚 这消除误会的两个人呢 是紧紧地抱在一起 发誓以后再也不分开了 不久何天浩和小梅就办了复婚手续 两个相爱的人又走到了一起 按理说 这何天浩和小梅经历了一次离婚 复婚后会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可是不久 两人感情再次起波澜 刚刚复婚的妻子竟被查出不能怀孕 我可能今后不会再有孩子了 你还爱我吗 你会离开我吗 不能怀孕的妻子却越来越猜忌多疑 竟选择自杀 手中握着水果刀 手腕处有鲜血流出 面对多疑的妻子 身为丈夫的她会怎么办 妻子不想离婚 正在播出 这复婚后 小梅总是想早先要个孩子 可是几年下来就是没有怀孕 心急如焚的她 拽着何天浩就去做检查 可是检查结果就显示 这小梅有子宫肌瘤 这正是她不能怀孕的主要原因 子宫内的肌瘤较大 却是多发性的 如果不尽快切除子宫内的肌瘤 容易造成大出血 听完医生的风险告知 小梅脸色苍白 医生接着说 手术后按时吃药 如果恢复得好 两年后还是可以要孩子的 丈夫何天浩也在一盘安慰着妻子 我们都还年轻 手术后好好养身体 肯定能怀孕的 事到如今 小梅也只好接受了手术 可是随着手术的结束 夫妻俩的紧张关系 却又开始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当时手术非常的成功 可是手术后 这小梅现在是患了一个人似的 她总是担心不能怀孕 这何天浩哪天就真的离开她了 于是何天浩去书房接个电话 她会悄悄跟过去偷听 何天浩回来晚了 等何天浩睡着之后 她又会将何天浩的手机 拿出来偷偷地查看 妻子的敏感和多疑被何天浩觉察到了 她知道 这都是因为妻子担心自己不能怀孕 她在整天疑神疑鬼 于是何天浩决定 今后对妻子小梅更加贴心照顾 让妻子打消不能生育而遭抛弃的念头 在小心意义中两年过去了 但是一次复查结果 却让这个家庭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原来复查结果非常的不理想 这小梅子宫内又长了几个几毫米大小的肌瘤 医生说这种情况如果怀孕容易造成流产 建议再观察一段时间 从医院回到家 这小梅像被霜打了似的 晚上睡觉时小梅哭了 天浩 我可能今后不会再有孩子了 你还爱我吗 你会离开我吗 何天浩把妻子室紧紧地搂在怀里 你放心 我会像以前一样爱你的 在何天浩的一方安慰下 小梅慢慢睡着了 可是何天浩却辗转反侧 难以入睡 她担心啊 这小梅今后更加敏感和多疑 如果真这样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还真是怕什么有什么 为了尽快恢复好身体 这小梅特意向公司请了几个月的病假 在家休息 小梅在公司人事部门工作 平时啊 是忙碌惯了 这一闲下来非常不适应 白天 做做家务 倒好打发 可到了晚上 如果何天浩加班 她就会觉得特别的漫长 于是她就找何天浩约定 晚上尽量不要加班 如果实在要加班 晚上九点前必须回来 这何天浩呢 平时由于工作忙碌 确实啊 很少陪伴妻子 本身就觉得内疚 所以妻子一提出来啊 她就一口答应 保证做到 何天浩没有想到 她这一保证啊 不仅给自己牢牢套上了枷锁 也让她们的婚姻 从此就走上了不归路 从那以后 这何天浩只要晚上超过九点回来 小梅都会和她大吵一顿 可吵后的第二天 小梅又会做上何天浩喜欢的菜 对她呀 是倍加温柔和体贴 刚开始 何天浩还觉得 这小梅是在乎自己 可是时间久了 这何天浩觉得冰火两重天的日子 让她也是心力交瘁 工作也是频频出错 这天晚上 何天浩加完班 已是晚上十点 一想到回去 又要面对妻子的歇斯底里 何天浩的情绪啊 一下子变得非常的低落 他却一个人走到酒吧 去喝闷酒 等到回到家已是深夜 打开门 看见小梅躺在沙发上 手中握着水果刀 手腕处有鲜血流出 何天浩吓得是昏飞魄散 一把夺过小梅手上的刀 赶紧为她包扎伤口 好在这伤口不生 血很快止住了 处理好伤口后 何天浩是缠叹一声 唉 小梅 你为什么要去寻死啊 此时的小梅是头发凌乱 满脸是泪 天浩 我刚才做了个梦 梦见你不要我了 等我醒来后 发现你也还没回来 我觉得你早晚都会离开我 还不如死了算了 在何天浩又是安慰 又是保证之下 小梅的情绪才慢慢的平复了下来 妻子的情绪倒是舒缓了许多 可何天浩的心情却特别沉重 妻子如果再这样闹下去 不是妻子焦虑致死 就是他何天浩被妻子逼疯 该怎么办呢 何天浩最终决定向岳母求助 可没想到 这岳母对女儿流产的是耿耿于怀 他在电话中横横数落了何天浩一顿 还说女儿变成性的这个样子 都是他何天浩没有照顾好的原因 犯下电话的何天浩啊 举三透顶 当天工作注意力很不集中 多次出错 被总经理是当众批评 又被留下来加班了 到了晚上十一点 何天浩和他的团队 是正准备离开办公室 突然小梅冲进来了 他拍着桌子大声质问何天浩 你为什么又不遵守诺言 你昨晚上的保证去哪了 何天浩非常窝火 我白天被你妈妈指责 被总经理批评也就算了 为了工作为了家 我加班到深夜 你不心疼我 还要在这里大发脾气 大小姐我受够了 说完何天浩就准备离开办公室 丈夫的态度彻底的激怒了小梅 她像一头愤怒的狮子 将何天浩作善的东西 一把摔到了地上 还用水杯狠狠地砸在了电脑上 何天浩的脸都气绿了 她吼了一声 离婚 这日子不过了 然后摔门而去 几天后 何天浩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自己呢 也搬到了公司的宿舍居住 十天后 丈夫为何又主动向法院撤回了起诉 接到离婚诉论的当晚 这小梅又隔腕自杀了 虽然被逼撤回起诉 但丈夫依然选择分居 分居期间 妻子再次掀起波澜 下班时间 小梅和几个同事走了出来 这小梅和她的堂弟们就冲上去 对着两人是暴打了一顿 面对敏感多疑暴躁的妻子 这个男人最终会怎样处理他们的婚姻 妻子不想离婚 正在播出 原来接到离婚诉论的当晚 这小梅又隔腕自杀了 好在小梅的母亲及时赶到 将小梅送往医院 才救回她一条命 接到岳母电话的核电号 赶到医院 见到躺着病床上的小梅 她已没了晚日的心疼 她只希望早些离婚 早些结束这痛苦的生活 可是几天后 这何天号又接到了岳母的电话 说小梅精神非常的不稳定 正在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 恳求何天号能先撤回离婚诉讼 待小梅恢复一段时间以后 再考虑离婚的事情 虽然何天号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婚 可是她也不嫌小梅因此啊 再发生意外 毕竟是夫妻异常 所以呢 她就主动的宪法院撤回了起诉 自己仍然在公司居住 分局期间 这何天号啊 是埋头的工作 没有向同事诉说她那不幸的婚姻 可是这小梅几次到公司的无礼吵闹 同事们是都看在了眼里 吵闹后 这何天号又搬到了公司居住 那么她跟妻子婚姻恋起红灯啊 大家也就都知道了 同事赵娟娟 也是个大学毕业生 比何天号呢 是晚几年来到公司 后来成了何天号的趴当 她十分欣赏何天号的工作能力 还有为人 对她的不幸婚姻呢 也是深表同情 于是啊 她就经常在晚上约上几个同事 跟何天号一起吃饭唱歌 希望何天号呢 能够开心一点 话说小梅 她以为何天号气消了 就会主动的来向她示好 可是半年过去了 何天号还没有回家 小梅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一次啊 那是真的有些过分呢 她可不想这次就因此而离开何天号 所以呢 她就主动的跟何天号是发了一个短信 承认自己错了 希望何天号能够原谅她 希望何天号能早些回来 可是何天号只回复了一条短信 我们都需要冷静 等你能够理性了 我们再谈 除此之外 不再理财 小梅的短信 也不接这个小梅的电话 小梅呢 耐着性子又等了半年多 还是不见何天号回心转意 于是啊 她开始怀疑 这何天号是真有外遇了 她就安排一个亲戚 去跟踪何天号 一段时间后 这个亲戚就拿了一点照片给小梅 照片中 何天号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啊 是肩并着肩走着 两人开心的笑着 更有一张 何天号还拉着这个女孩的手 在唱歌 女孩一副甜蜜的样子 看到这 小梅啊是气疯了 她咬牙切齿的说 好理个何天号 我在家苦苦等你回来 你却在外面和别的女人风流快活 我还以为自己多心呢 原来你是真不想要这个家了 行啊 既然你不仁 那别怪我不易 于是呢 这小梅就带着她的三个堂弟 冲到了何天号的公司楼下 下班时间 何天号和几个同事走了出来 里面就有照片中那个女孩 这小梅啊 和她的堂弟们就冲上去 对着两人是暴打了一顿 何天号马上报了警 经过警方介入调查 原来这个被打的同事叫赵娟娟 他跟何天号呢 只是普通的同事 没有不正单的关系 经法医鉴定 两人的煽情均为轻为商 不过此时的何天号 除了身体的受伤 他更是心寒 妻子无休止的闹腾 让何天号对这段婚姻彻底失望了 他再次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很快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然而庭审中 小梅却理直气壮的说 他们夫妻分居不满两年 法院不能判决他们离婚 那么小梅的说法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 也就是说法院判决离婚必须具备的条件 关于这一点 我国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 婚姻法第32条第一款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应当进行调解 如感情确已破裂 调解无效应准与离婚 根据上面的规定 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 那就是夫妻的感情确已破裂 那么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呢 婚姻法第32条第二款规定了感情破裂的五种情形 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实施家庭暴力或略带遗弃家庭成员的 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 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 那么根据以上规定 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 是视为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之一 那么如果分居时间不足两年 法院是否就一律认定夫妻感情尚未破裂 而判决不准与离婚呢 其实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 只是法院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一个时间标准 但却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最终啊 法院他会根据夫妻的婚姻基础 婚后感情 离婚原因 夫妻关系的现状 和有何好可能五个方面去综合判断 夫妻感情有没有破裂 能否判决离婚 回到本案我们分析 这何天昊和小梅是同学 但婚后不久 就因为小梅的任性和多业离婚 此时他们感情是有了一定的裂痕 后来他们复婚 但是呢 又因为小梅担心不能怀孕 而疑神疑鬼 所以不堪折磨快要发疯的何天昊 是主动提起了离婚诉讼 回顾何天昊和小梅的三次离婚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 这对夫妻没有经营好婚姻 感情已经破裂 达到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 法院应当准以离婚 而小梅所说的 分居时间不足两年 法院不能判决离婚 那是她对法律的理解不当 她的说法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最终 法院判决准与何天昊和小梅离婚 小梅没有上诉 观众朋友 这两个年轻人 英雄救美而产生了一段美好缘分 最终因为女主人公的任性固执 过分猜忌 而半途中止 实在令人感到惋惜 要想拥有美满的婚姻 观有爱情和激情 那是不够的 夫妻俩还要有爱的能力 和经营婚姻的智慧 这包括理解 信任 包容和理性的处理 各种家庭矛盾 否则 爱情之火再灿难 也会因为雷电交加 和暴风雨的猛烈摧残 而被浇灭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在婚后 她将妻子的妹妹接到家中照顾 这相反孙梅呢 还经常在姐姐孙小霞面前搬动是非 说姐夫的种种故事 妻子意外死亡后 这个小姨子又语出惊人 一定是你害死了我妈 你等着瞧吧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小姨子怎么会管妻子叫妈妈 究竟是一场误会 还是蓄日已久的骗局 妹妹变女儿 明日播出